大家好,现在是2011年的9月19日的夜里 别人都在呼呼大吹的时候 我是在这里录制Memobile入门电子制作的第一集 之前我录制过Memobile入门单片机的一系列视频 得到了许多爱好者的好评 有朋友会想了 接下来我是不是要录制更高级的技术视频呢 比如说PCB的开发呢 ARM技术呢 或者是单品机编程的深入教学 其实这些内容呢 我会在今后的视频当中一一和大家分享 但现在需要迫切解决的是 电子电路的基础教学 因为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如果基础没有打好 更高的技术也会摇摇欲坠的 如果你是一位单品机爱好者 你可能会有这样的困惑 你可以按照别人的电路和程序来做一个小制作 但是却不能自己独立完成一个电子电路的设计 和制作 如果你是这样的话 就说明你对电子电路基础的知识还没有把握 本套视频正是发现了这一问题 所以来给这些单品机爱好者补一堂基础课 本套视频呢 同时还适合中小学生的电子制作启蒙教学入门 因为在整套视频制作过程当中 你只需要拥有这样一个元件盒 所有的制作都在里面完成了 制作全过程不需要焊接 也不需要其他任何辅助工具 所以呢 在制作过程当中更安全 门槛更低 适合10到15岁的一些小爱好者 通过我在视频当中的一些电子电路基础的教学 再加上用面包板来搭建一些实验电路 从而让你发现电子制作当中的美妙乐趣 与此同时还为大家养成了一种 电子爱好者所应该具有的思维方式和创新精神 这一点也是本套视频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 大家可以发现在我手边有一个闪烁的LED 其实呢 它是一个声控的LED的小电路 当我说话的时候 LED就会闪烁 这是一个有趣的制作 也是本套视频当中 所有的实用有趣的小电路当中其中之一 只要你跟着我来这个视频来学习来制作 你也可以完成同样的制作 还可以完成在套件当中更多更有趣的小制作 那么输了这么多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云键盒当中 到底有些什么样的新件 它们都是干什么用的 它们有着什么样的奥秘 它们到底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喜悦呢 好我们现在就来打开云键盒 看看里面到底有些什么东西 好我们先看一块包装 这个云键盒呢是一个透明的六宫格塑料盒 正面贴着工作室的logo 以及面包板入门电子制作的字样 我们打开这个蓝色的小卡扣 就可以打开云键盒了 打开之后 我们第一眼看到的是多安工作室的名片 这个就不管它 还有一张纸 这张纸呢是一份说明书 它里面写着 这个云键盒当中的云键盒清单 数量品名以及序号 下面有注意事项 上边有开箱说明和欢迎词 大家可以在拿到套件之后看一下 好 余下的呢就是我们的正式套件了 这个套件当中每一种元器件都会用这种自封袋来包装 为了方便收纳和分类 我们先来看的就是本套套件的主角面包板 我们有两块白色的小型面包板 这是一个小型的面包板 上面有两排有多排孔啊 这个孔呢是通过内部的一个金属弹片来是连接在一起的 每一列是连接在一起的 后面我们会做实验 来看看它的连接关系 在面包板的背面是一个黄色的贴纸啊 它是一个双面胶的贴纸 如果把这个黄色贴纸接下来的话 这个面包板就可以贴在一些硬质 一些纸板呢或者是塑料板的上面 来作为一个面包板的一个集合 就是可以把很多面包板同时贴上 组成一个很大的面包板 但是我们现在呢 把它分离开来是更利于我们来实验和开发的 这是面包板 我们以后大量的制作都会基于面包板来进行开发 接下来的呢是电池和电池盒 我们采用的是2032CR2032的扭扣电池和配套的电池盒 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它这种电池更安全 扭扣电池的特点就是它的电流非常小 很安全 而且呢电压是三伏 我们配套两节就是六伏的这个电源可以用来做 基本上很多类型的开发 因为六伏呢一般来讲 包括单品机的开发都是可以的了 它是这种扭扣电池啊 我们可以打开 然后在用完之后这样放回去 如果你放在这个IC座放在这个电池座里面的话 啊就很难拿出来了 这种电池座电池座呢是只要较好的电池座 一旦电池插进去就不太容易取出来了 它们连接更牢固 但在实验之前正式开始制作之前 我们先不插进去 先用电池来做一些小实验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这个 面膜板的专用线 这种专用线呢 它的功能呢就是将电路连接 连接导线的这个部分 通过这条专业线来连接到面膜板上 比如像这样 我们的面膜板拿过来 上面有一些小针啊 这个针呢就可以插到这个孔里 然后来进行连接 黑色线这边啊 同一条黑色的线 然后插到另一边 就作为一个电路回路来连接了 后边我们将大量采用 面膜板和专用线来做实验和开发 好中间的主要的部分已经空了 面膜板专用线电池电车座 这四样东西构成了我们最主要的核心部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LED 这个五彩斑斓的小袋子里面装的就是LED灯 它是可以发光的 发光二级光 里面各式各样的啊 有白色的蓝色的 当然白色和蓝色 它们的外表是呈现透明的 只有红色绿色呢 黄色它们是呈现出 本来的颜色 我们可以通过电池来进行实验 把这个LED的长 脚长的这个脚 放在电池的正极上 正极呢就是面积脚大的这边 这边面积脚小的 同时上面带有一些条纹的 这是负极 我们这样把长的一端放到上边 这样把它夹到上面 哎这个灯就会点亮了 看到没有 哎这就是一个LED的点亮测试 你可以现在就拿出你的LED来测试一下 看它是不是可以亮 看红的啊 可以更多测试 看看这些透明的是什么颜色的吧 哎这个角比较长啊 是一个也是圆柱形的这么一个 哎这是白色的 是白色的 看到还有什么色 还有这种小的 它上面是这种叫草帽式的 啊它是比较小型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 哎也是白色的 里面还有蓝色 还有绿色 我们就不一一的来实验了啊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在LED下边的这个 是数码管和芯片 这个呢是后 在视频后面 较为主要的一个制作内容 因为在视频前面 我们主要是利用分离元气件 来进行进行一个制作 数码管 其实它是一个用来显示数字的 一个元气件 它也是LED灯 一样它是可以点亮的 我们用电池可以来试一下 把电池呢放到这个下边啊 任意的一边这样去滑 哎你会发现有一个被点亮了 用电池这个侧边啊 正负极这个侧面来滑 当你碰到一个位置的时候呢 机中就会有灯点亮 那不会每一次都会点亮啊 它只是 你看这样 我掉过来 哎 这说明你看 它可以点亮 就说明我们可以来控制它的 这个段 来显示 1到0 0到9 这10个数字 还可以显示一些英文字母 我们在电梯的这个显示屏上 或者是一些这个时钟上 都可以看到这种类似的数码管 下面呢就是芯片 这些芯片呢 就是我们在视频后面 所有大量的实验要介绍的 这个一些门电路 包括CD4069 CD4011 CD4017 还有就是 CD4026 这些门电路 或者是专用的电路呢 在后边的开发当中 它起到关键的角色 前面还有一些小的芯片啊 这些电路 像两个N155和一个 这个386的功放电路 可以用来做音频的功放 还有就是时机的延时 或者是开关 或者是闪烁LED的电路 我们后边的制作当中 会大量用它们 在里面是一个喇叭 对吧 这个喇叭呢 和我们日常见到的耳机 其实是一样的 只是它的这个 这个型号更大一些 体积更大一些 喇叭上面有两个引脚 它是可以直接插到面板上的 来进行实验的 我们用电池试一下 看它能不能响吧 如果这个喇叭是好的的话 它会有一个 扑扑的声音 对吧 你看当你滑动的时候 会有一个滑动的声音 这个喇叭可以在后面的实验当中 作为音频的功放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上边 这个 这是一个电阻包 里面有各种组织的电阻 电阻呢 其实它就是 可以阻止电流通过的 对吧 那么 那么有朋友会想了 为什么要阻止电阻通过呢 我们让它全通过 不是更好吗 在我刚刚入门电子制作的时候呢 这是我最大的一个问题 当然我是比较笨了 在半年之后 我才真正明白了 它是怎么解决的 但是你不需要等这么长时间 因为很快 我会讲到电阻 它的工作原理 和它的重大的意义 在电阻后面呢 有一个小的磁铁 这是一个磁铁哦 它是圆形的 我们可以 你看 可以吸到电池上 它是可以 吸铁的 那么 这个磁铁的作用呢 适合钢烤管配合 来做磁性 开关的一个 处发源 同时呢 它也可以 来吸合磁铁 比如说我们 可以完全 做这样一个电路 把一个LED 放在这个 电池上 然后用磁铁呢 吸在这个电池上 然后把它贴到 你们家里的冰箱啊 或者是 呃 这个 微波炉旁边啊 作为一个照明 或者是一个装饰 都可以 非常简单 而且实用啊 这就是最小 最简单的一个电路了啊 那么这个磁铁呢 后面我们会用它来开发 这个钢烤管的磁锡 也就是钢烤管通过磁性 来开关的一个电路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一看 这边 这个盒子的 这个四个已经空了啊 看看这边 这边呢 上面呢 这一大片 全部都是电容 所谓电容呢 就是容纳 那个电荷的一个 一个东西 对吧 所以叫它电容嘛 你看 它有大大小小 各种各样的 这个型号啊 你看有这样 这样的 比较稍微大一点的 圆柱形的 黑色的 还有这边 比较小的 这种 黄色的 小片的 这个叫毒石电容 而这个叫电解电容 它们的 取名的不同 是因为它们的 内部结构不一样 这个大一点呢 它的容电量 就更大 这个小一点呢 它们的容电量 就更小 对吧 我们都知道 照相机上面 会有一个 闪光灯 这个闪光灯呢 其实它就是 通过一个 大电容 来做闪光的 我们可以来 做一个小实验 拿出一个 我们看一下 它上面有型号啊 16V 220M 法的一个电容 它分正负极 长角为正极 短角为负极 啊 我们 我们把它 记得 我们先试一个LED啊 我们 这个电容 这个实验呢 需要三个东西 电池 电容和LED 我们先把LED 卡在这个 电池上 看看它 是否可以正常工作 是可以的 发光光 对吧 好 我们把这个电容 220M电容 正极 和电池的正极连接啊 这样把它掐上 它没有亮 对吧 当然它不会亮 因为它是电容 对吧 好 那么这样放一会儿之后呢 不用太准 有时间 只要一秒钟以上 就可以了 我们把它取下来 然后呢 电池放在一边 把电容的正极 和LED的正极 连接 看会出现什么 负极和LED的负极连接 看看LED会怎么样 看到没有 LED闪烁了一下 这个就是 我刚才讲过的 它的熔电性能 就是当我把电池放在上面 它内部熔 它内部 你看闪了一下 这好像我们的闪光灯的闪烁 是一样的 它内部呢 那个 这个熔纳了一部分电量 然后我们帮我们把用电器 用电的这个设备 也就是LED 放在上面的时候 它的那个内部存储的电能 就释放出来了 相当于一个蓄电池 我们再试试白色 你看它 微微的闪了一下 这个就是闪光灯的原理 只闪一下 然后就熄灭了 闪了一下对吧 你可以在 这个和我一样啊 有一个220mm的电容 来做一下这个闪光灯的小实验 同时你也可以试一下 里面10mm的47mm的 4.7mm的 还有这边的一些小的电容 这些 这些毒石电容啊 这些小黄片 看看它们可不可以存电 看看 是不能存电呢 还是可以存 但是电量较小 我们可以通过实验 来证明一下 好 这个实验我就不做了 大家有兴趣 自己的下面做一下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 就这边啊 这边是比较重要的 也是我们这边非常重要的传感器 和一些核心组件 它们是很多种了啊 我们一一来介绍 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 这个组合 一个风鸣器和一个电位器 这个电位器 其实它就是我们给一个调节 调节电量的啊 电位器呢 其实它是一个可变的电阻 这种电阻是阻碍电流的 我刚才说过了 它呢就是可以 一边变化一边阻碍 就是它可以来调节 你的阻碍电流的大小是多少 可以通过这个来调节 上面有个箭头 可以指示它的基本的这个组织 这个我们在后续 面膜板上来做实验吧 现在因为它这个脚 三个脚不太好操作 所以我们不能用手来做实验了 我们放到一边 这接下来呢 就是一个分明器 分明器上呢 有两个角 一长一短 仔细看会发现一长一短 我们先把这个脖膜接下来 这个脖膜是一个保护膜 我们先把它接在一边 这样呢 它会发出的声音更大 它是一个发声器 分明器 它会发出滴的声音来 来作为一个 比如说我们的闹钟啊 在我们的家里的一个小闹表 滴滴滴滴滴滴那种闹表 就是用它来发出声音的 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时间当中 用电池来试一下 用一个电池 正极呢 和长角连接 负极和短角连接 听到了没有 这个就是分明器发的声音 我们把它贴上 如果你不希望这个声音太大 你就把这个纸贴上 然后再试 声音就很小了 嗯是吧 好像被打结了一样 捂住了嘴在这喊 啊啊啊啊啊 这个呢 你可以在 呃 你可以通过它来调整 这个分明器的音量啊 这也是一个小技巧 好 分明器介绍过了 我们后面会用它来制作一个 报警器 或者是 呃 一个闹钟啊 时间闹钟的一个提醒 都可以用分明器来制作 我们再看这个 就是一个麦克风 麦克风和 就是我们在 电脑上的耳麦啊 或者是电话机里面的 这个麦克风是一样的啊 它可以来收音 下面有两个角 我们可以用它来作为一个 做一个 呃 声控电路 或者是拍手开灯的 那个电路 或者是一个随音频闪烁的 LED的电路 都可以用分明器 这个麦克风来制作 后面我会重点讲到这个部分 接下来呢 就是微动开关 微动开关其实就是 就是小开关 啊 我们可以通过按下 按钮来 接通电路 从而来进行人手的操作 像这样 哎 它上面有开关按 好 按一下开关 导通 两个眼角导通 松开开关 这个两个眼角断开 我们可以用它来控制一个LED灯 对吧 按一下 打开 松开就断开了 灯就熄灭了 很简单的 我们后面会用它来做一些操控类的一些电路设计 好 接下来呢 就是这一堆了啊 这是四种 这四种是8050和8550 另外两种呢 是9013和90129013 这四种 三极管啊 其实它三极管 它有三个每一个小黑痘痘上有三个引脚 这叫三极管 它起到了一个放大和开关的作用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它来作为一个放大 把很小的声音通过麦克风采集的声音把它放大 变成可以用喇叭来来放出音量的很大的声音 有一个放大功能 同时它还有开关功能 我们后面的电路会介绍这两部分功能 它可以放大一个信号 也可以来开关一个信号 四种是不一样的 后面我会一一做解释 好 下边呢 就是 一个五 有十个 DN4148的三极管 这个二极管 这是 它是单向导电的 和LED的是一样的 就是它是单向导电的 电流可以这样通过 但是不能反向通过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特性来在电路当中设计一些巧妙的电路 使得电路呢 电路单向来流动来产生一些特殊的实验效果 这个也是后面要介绍的一个重点 还有呢 这个类似和 这个二极管是 长相差不多的 这个呢 是一个温度电阻 也就是热敏电阻 它可以随着温度的变化 它的组织就会长相变化 我们之前说过了 这种可调电位器 它是一个可以用手来调节电阻值的 而这个呢 是通过温度来变化 来调节电阻的 当它热的时候呢 组织就会达到一个值 凉的时候呢 又会达到一个值 通常来讲这个电阻呢 当温度高的时候 它的组织就会变小 通过的电流就会变大 变多 当它温度低的时候 组织就会变大 一般是这样的 我们后面会用它来制作一些温控的电路 用温度来控制 或者让温度显示出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这个 一个小玻璃的 小玻璃管 上面有两个金黄色的引脚 很漂亮 它就是我之前说过的干黄管 通过磁铁和干黄管的这个 这个之间的这个吸合啊 这样 就可以来通断这两根引脚 当这个磁铁和干黄管相遇的时候 这两个引脚就会短接在一起 变成一个完整的通路 当磁铁离开的时候呢 干黄管就会 内部就会断开 其实它里面是一个很小的弹片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 但是一定要注意 这个玻璃管很 很易碎 所以在弯折引脚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小心 轻拿轻放 不要用力过猛 好 最后我们再看看 这个最后一个东西 它有一个很长的引脚 上面是一个圆形的 有两个手伴的一样东西 这个叫光敏电阻 光敏电阻上面呢 有两个像手这样交叉的一个状态 它是感光的 当我们对着光线的时候 它的这个两个引脚的电阻值就会变化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 我们的这些 这些这个传感器设备 就是可以感应的这些设备 有可以感光的 有可以感磁的 有可以手动调节电阻的 有可以按动变成 变成那个开关的 还有感感应温度的 各种各样的这个传感器啊 这感知器 它们都是通过电阻来 或者是开关来进行一个 参与到电路的工作当中去的 所以呢 我们在后面 最重要的就讲到传感器 因为让电路可以感知 我们人的一个操控 或者是感知周围环境 比如感知温度啦 感应光线啦 感应磁性啦 是这样的一些部分 都是我们后面 要着重介绍的内容 好 我们看看盒子是空了 对吧 我们的所有元气件 就是这些的 可能有朋友会认为很多 有朋友会认为很少 但是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运用这些元气件 所发挥到的 一个多大的程度 就是我们可以用它 来组装成多少种 实验这个电路 从而来学习 这些实验电路的 当中的内容 这个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所以在后续的实验当中 我不会 一下子就给你一个 完整的电路 然后让你去 插接去制作 而是逐步的引导你 一点一点的来 慢慢的了解 每一个元气件的性能 然后启发你看看 这些元气件 它们的利用这些性能 可以组装成什么样的电路 可以完成什么样的制作 同时我会教大家如何来绘制电路原理图 如何认识元气件的型号 还有如何在电路当中分析它的工作原理 这些都是我们这套视频所要着重介绍的内容 好了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第一集视频先到这里 请大家抱着这份对电子制作无限的热爱 抱着这份热情 这种激动的心情吧 来继续学习我们的第二集 第三集 甚至更多的视频 好了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集再见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